英国每日电讯报展示了 程佩明肺部的3D图像 显示他肺部被切除的痕迹 报道说 程佩明是已知的首位 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幸存者 他现在站出来揭露中共的邪恶 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地铁报写道 程佩明之所以不同寻常 是因为他从中共的迫害中 幸存下来讲述他的经历 他的肝脏和肺脏被摘取了一部分 但他逃脱了中共当局的追捕 澳洲新闻网报道说 中共活摘器官的消息已传播多年 现在专家们认为 程佩明是中共活摘法轮功玄器官的 典型受害者 他的证词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爱尔兰《太阳报》引述 终止中国器官移植 滥用国际联盟主席罗杰斯的话说 程先生遭到的手术迫害 是更广泛的迫害 监禁和酷刑的一部分 而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是因为他是反攻修炼者 太阳报还采访了国际人权律师 大卫·麦塔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群体 进行系统性制度化的迫害 他还说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共这一邪恶行径的 报道揭露还远远不够 肯尼亚邮报在报道中 引述程佩明的政治说 法轮功教人向善 对我们的迫害不应该发生 我想让全世界知道 中共有多邪恶 紧接着 美国杂志外交家和美国观察家 英国的医学杂志 亚洲天主教联盟新闻网 澳洲的快递邮件报等多家媒体 也相继报道了这则新闻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外交家杂志报道说 程佩明的证词 让人们罕见地了解到中国良心犯 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恐怖 文章引述程佩明的话说 我是幸存者之一 我活了下来 但还有无数人没有活下来 世界需要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这种邪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美国《观察家》杂志报道说 共产中国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 群体灭绝罪的证人出现了 程佩明是最新的证人 提醒我们 共产主义就是邪恶的代名词 亚洲天主教联盟新闻网 在报道中称赞陈佩明 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值得我们尊敬和支持 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 制止中共的屠杀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 李克月综合报道